你见过这种运动吗 这是印度一种比较野性的原始运动 它的比赛规则是只准用手不准用脚 用手也是有标准的 那就是只能用巴掌扇 不允许用拳头 而且最终的比赛结果 并不是谁打的谁的次数多 而是看谁最后的反应比较清醒 谁就是获胜者 而且这项比赛在全世界各地 只有印度才会有 因为如果这项运动出现在别的国家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多多不密 但是这项运动在印度出现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正常 因为印度一直以来 被我们认为是一个奇葩的民族 也是一个开挂的民族 而且这项运动里的裁判 就是里面穿白色衣服的人 他们基本上是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的 说是裁判 只不过是站在场中央 看表演的一个普通观众 因为他对这场比赛 起不到任何的决定性作用 反而会一直笑呵呵的看着两位印度选手在互相闪耳光 不得不说如果你的脸皮不够厚 那么请你一定不要来参加这项运动 而通常脸皮比较厚的选手才是最后获胜的关键 因为我们看着一巴掌下去基本上 对他们来说可以说影响非常的小 我们看看这一套连招是不是特别的像降龙十巴掌 而且这位印度选手倒地的样子也是非常的可乐 这些运动还可以把印度的摔跤融合在里面 其实如果他们想获胜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国家学习我们的武功秘籍铁沙掌 练成之后呢 在印度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据听说啊 印度还想把这项比赛申请加入到亚运会里面 但是呢被无情的拒绝 被拒绝的原因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并不适合这项运动 对不起 对不起